我是幽然 不是自然狗舞星盘 今天玩老鼠的时候 居然被认出来了 我果断回忆 是假的 别抓我 结果这猫不上当 还秒忘黑猫 看来又要被针对了 一开局 国王就被抓住了 赶紧去救一波线 这个痴明是真的烦 看不清就只有狱盘丢了 居然成功命中了 那溜了溜了 既然你要针对我 那么我都只有 一起锋芒跟你玩以后 激战了 那么这一局的奶酪 都交给我了 嗯 下一个下一个 看队友们的状态 貌似都情况不妙啊 还是赶紧去救队队友 把身上的隐身药水喝 又是这个市民 太烦了 不过猫应该也看不到我呀 他直接忙上 溜溜了 嗯 不好 黑猫好像追过来了 我砸 看吧看吧 我只要一出现 那肯定是被针对的那个 没写了你还敢来 我再砸 还好我带了投手跟追风 这猫根本追不到我 再把真奶酪给推了 队友已推入了 一只一把钥匙 干脆就穿个盔甲玩玩 猫大公 现在轮到我追你了 别跑 为了针对我选黑猫 哎 这下后悔了吧 你不倒个十几次 你根本对不起这些策划 墙中出现了 墙中出现了 墙刨 我看你还针对我不 再次倒地 估计这把得有十几次吧 猫已经自毙了 哎 猫是没谁了 溜溜溜了 蒋哥桥赶紧回去砸墙了 哎 结果还没跑回去 就直接赢了 我发现以后穿S皮肤 都要跟猫保持距离多远一点 不然第一个放飞的 通常都是我了 那么最后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